我是太子妃 太子的通房来我面前耀武扬威 我倒是身怀六甲了 姐姐还没成宠吧 我不怒烦喜 激动的告诫太医 务必保住孩子 我等了三年 就等东宫有喜 好让我去赴刘子 垂帘听政 正文开始了 轻轻每日分享好看的小说 关注轻轻不迷路 我从凤枣宫出来 遇到了一位重心拱跃的女子 她穿金黛玉 领着大队人马不归不举的 冲我扶了扶身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苏小姐 未来的太子妃吧 我微微皱眉 这是什么人 帝都女眷 谁敢这么同我说话 我是东宫新晋的张良帝 特来拜见未来太子妃 原本想早些来的 只可惜 太子天天让我试寝 早上实在起不来啊 那张娇媚容颜上 流露抱歉的笑 起不来就不用来 到我们姑娘面前 丢人现眼 舒贤训斥道 舒贤是我的贴身丫鬟 到底年轻沉不住气 被张良帝抓住了画饼 姑娘好急的脾气 我们这些近身伺候的 要为太子准备吃穿 体贴冷暖 不比苏小姐 年过二十还未出阁 有贤轻雅致逛园子 张良帝哀声叹气 满满的得意 舒贤还要再嘲嚷 我抬手指住了他的话头 麻雀刚飞上之头 还没见过青天 何必多费口舌 我挪开了眼 淡然的从他身边经过 没想到他非但不躲 反倒直直撞了过来 把我撞了一个猎气 随即往地上一坐 捂着肚子哭闹 妹妹虽然惹姐姐不开心了 姐姐倒也不必打我吧 我肚子里 可有太子的孩子呢 我脚步一顿 你说什么 他眼中闪归斯罗毒的得意 妹妹肚子里 已经有了太子的骨肉 夜已三月了 来人次座 我一挥秀 让舒贤将他扶到最近的亭子里 宣太医 张良帝不安 我运用的太医在东宫 不是撞坏了吗 走得回去吗 我目光灼灼地盯着他 给你宣的是 资历最老的任太医 大长公主怀我的时候 就是他看的 你怕什么 当然是怕你剁了我的胎呀 他虽然没有明说 但眼中藏不住是 焦急地看着大路 显然早已去向太子报信 就等着他来 看他是多么柔弱 不能自理 看我是多么强横娇满 争风吃醋 然后期待他 就他于水火 可是太子没来 任太医倒是先到了 任先生 还请为这位姑娘整脉 张良帝攥着拳头 舒贤将他的手压在桌上 任太医一摸 回蓝台令的话 是喜脉 我心中一颤 几个月了 三个月了 刚才他跌了一脚 胎像可还稳当 无有大碍 是喜事 我强忍着胸中激烈的情绪 故作平静道 舒贤 泥沸里丹 从库里寻些安胎滋补的药剂 给张良帝送去 我笑着拍了拍他的手 务必要把这个孩子 好好生下来 张良帝身子鼓一僵 最好是女孩 我叮嘱 我喜欢女孩 投胎必得是长女 他看我的眼神起了敬畏 我知道这些女子 心里打得什么算盘 宅子里斗来斗去 争着恩宠 进门才仰天大笑 好好 这下可好 三年来我从来没有这么舒坦过 管家问我 家主得了什么好事 东宫有喜 我一甩秀 设宴 奏曲 我今天要大罪一场 不罪不休 管家遵命 再有七个月 张良帝就要生了 在此之前 我得嫁入东宫 做名正言顺的主母 拆侵天间赶紧寻个吉利日子 把我与太子的婚事给办了 是 当今圣上 身子鼓向来不好 已经不能理事了 太子又是个武夫 根本不该是皇帝的人选 我巴不得把这二位统统送走 抱着孩子垂帘听证 我做梦都在盼孩子 张良帝这就给我递枕头 蠢是蠢的点 但不要紧 只要他能给我生个女儿 我能给他一辈子荣华富贵 反正是做金丝雀 做男人的 做我的 有什么两样 我还不用他事情 他慢慢会明白 谁才是天 第二天 我早早处理完凤枣公的票拟 带着人盛装去东宫 张良帝出生贫贱 举手投足 一股之粉气 据说出生封尘 这样的女子怀了身孕 在后宅中还不是群起公知 没个人护着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我要给他撑个场面 敲打其他宠妾 收起龌龊的心思 进了店前广场 就见太子一身猎装在打马球 知蓝玉树 英姿萨爽 有一个刹那 我将他认做了林怀哥哥 不禁看吃了 但是他回眸 高鼻深目的灵力无关 又让我瞬间清醒 林怀哥哥已经不在了 东宫现在是这个人的 我闭了闭眼 要是林怀哥哥还在 我早就是此间的女主人了 哟 这不是苏小姐吗 赵欢轻挑打马 自我面前跳下 怎么 想起你还有个未婚夫 我端庄行礼 凤枣公兰台 令苏静颜拜见太子 赵欢挑起了我的下巴 长得这么漂亮的脸 怎么这般无趣 乖 说点好听的 说你想我了 当初怎么就让他当上了太子 失策 太子请自重 我冷冷地将脸摘了出来 我来拜访张良娣 什么张良娣 没听说过 昨日在御花园 遇上的一位姑娘 我们一见如故 相谈甚欢 赵欢轮弄着马鞭 眼角咽咽的一扫 哦 苏小姐怕是记错了 东宫并没有什么张良娣 我心中紧名大作 那我去跟其他姐姐妹妹喝茶 好啊 我和你一起去 赵欢懒洋洋的跟在我身边 进了东宫内宅 把人都叫出来吧 东宫女眷在我面前排成了一排 赵欢倒在椅子上 交别着双腿 苏小姐想见你们呢 你们把头抬起来 让苏小姐看看清楚 这样想来 昨天的张良娣 笑起来也有几分神似于我 怎么样 有吗 赵欢挑了挑眉 漆黑的眼中闪过一蹴火 我仔仔细细看了三遍 没有 我微微汗手 是我记错了 赵欢抬抬抬身边的椅子 既然没找着你想要的人 那就陪我喝个茶吧 话音刚落 青天间过来觐见 地上盘子 半年之内的吉日都在这里 请太子择选 来得正好 静言 你也挑挑我们大婚的日子啊 赵欢慵懒倒在椅子上 勾了勾唇角 我端庄直礼 先太子过世未满三年 静言还在守孝 我原本是林怀哥哥的未婚妻 未过门 他就过世了 我这才被指给了赵欢 流水得东宫 铁打的飞味 守孝啊 他那双桃花眼上下一聊 那你怎么不穿孝 你一身素 一定特别翘 我气得冲进凤枣宫 查清楚张良娣在哪里了吗 舒贤敬畏地看了我一眼 在玉花园东侧张树下的井里 我抓起茶杯 就往地上砸 赵欢这个禽兽 张良娣永远想不到 他心心念念 想踩着我妖宠的那个人 会要了他性命 我气得把所有的奏折扔到地上 都快三年了 东宫一个孩子生不下来 难道要我嫁过去生吗 赵欢配吗 我正火大 我姑姑来了 我正了正一领 参见皇后 头戴凤冠的姑姑年事已高 风华依旧 她目光慈爱地扶了扶我的胸口 我都听说了 言而不生气 不生气 啊 我想废了太子 我冷俊道 废太子 那就只有怀王了 当今陛下少寺 活到成年的没几个 我临槐哥哥过世之后 东宫之位 就在怀王和赵欢之间择选 怀王是简贵妃的儿子 有自己的母家 姑姑这才联合关聋23家 将赵欢送进了东宫 她就是个简陋的 赵欢不老实 心思多 我看她盯着人瞧的样子 像头狼 你还拿捏不住她 姑姑笑看着我 她一介武夫 成天打马球 给她点金银女人 她就什么都顾不上了 这样的皇帝 不是很好吗 我怀疑她都不认得几个大字 胜上病重后 姑姑垂帘听证 我以蓝台另入凤枣宫 写票你 赵欢这个太子 倒是不干正事 每个月吃喝玩乐的花销 也在我看得过眼的范围内 要是能一直这样下去 却也不错 你要是早点嫁过去 留下一儿半女 也就能摆脱她了 姑姑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我不置可否 来人 再给她送点女子 过去侍寝 我把张良帝厚葬了 帝都又开始传出留言 说我至今未嫁入东宫 是赵欢不喜欢我 赵欢有个出生平民的白月光 对我这个苏家贵女不屑一顾 不论我有多端庄得体 都苦恋她不得 我听到这传言的时候 正因为张良帝之死 闷闷不乐 在家中看少年舞剑 精彩 精彩 我饮了口梨花白 望着少年流畅锦士的腰线 错不开眼 谁家说书先生这么有才 能给我与太子爷编出这种故事 是女学 啪的一声 我把酒杯砸在桌上 天底下谁都可以传这些无聊的闲话 女学不行 你学说我母亲所见 请诸子百家 教养世家女子 如法兼修 百无禁忌 成学三十年 已已有超越太学之项 我小时虽然是在东宫授课 因为母亲的缘故 倒也经常来这里 我一进门 就坐上了夫子的位置 懒散的妹妹们 瞬间鸦雀无声 站起来向我行礼 参见蓝台令 听说你们课业不过多 每天学坊间长蛇腹 聊些情情爱爱 家长里短 我冷冷看着他们 三十年前 大掌公主才见的女学 让你们能和男人一样 学四书五经 从龙之策 当今我朝也只有柳记九一位 正儿八经的女官 从七品罢了 连上朝都不够格 你们不好好念书 不想着如何出将入相 倒有贤情雅致胡说八道 怎么 是想跟男人成了亲 在后宅里绣花做饭 当你的三妻四妾 仰仗男人的恩宠过活 妹妹们大气不敢出 你们是要出事的 明白出事是什么意思吗 明白 做 我让人把试卷发下去 东经草运 临东而止 开春而行 有什么法则 可以让运和冬天 也开草运 写篇奏对上来 写不完 不用回去吃饭 学堂里响起 莫比擦过纸叶的声音 我看着这一个个明媚的少女 不争气 早三十年 谁不是养在身归人为食 我母亲天纵阴才 早就看透了这世道 难得不行 这才有女学兴盛 我母亲去世后 姑姑以后党之威 压制住了朝野上下的反对生 聘了第一位女官 又有我乘着母亲与姑姑的东风 坐上了关聋二十三姓第一位女家主 这是最好的时代 一个个不知道读书 竟聊些后宅因私之事 一定是课业少了 门框被敲响 一位穿着黑金长袍 戴单片眼镜的女子立在门边 笑看着我 长发散乱左肩 潇洒不羁 手谈一局 你学祭酒 本朝第一位女官 柳晴 关东柳氏嫡女 可 梨花院落 我和柳晴相对直奇 我们从小不对付 当初在东宫陪读 我们是旗鼓相当的对手 每次不是我第一 就是他第一 谁也不服谁 林怀哥哥是出题的 他却是天度英才 不过柳晴入室 我在背后花了很多的力气 我虽然是个蓝台令 但那是皇后宫中的蜀官 和他不一样 他的官虽小 应受俱全 我看遍天下 也只有柳晴能挑这个头 你这一天天的 教的什么东西 让小妹妹们近日编排我 苏大小杰和太子的情势 不就是天下最大的正事 怎么不能说 无非就是他们说的不好罢了 那你有什么高见 我混迹花街柳相 遇见过你家太子 柳晴的眼睛是虎珀色的 在水晶镜片后 仿佛一只脚狐 据说 他只点长得像一个女人 我啪一声落子 中盘杀他大龙 脾气真棒 柳晴无奈地推了推眼镜 还来吗 不来 我甩袖便走 难得来一次 聊聊天也好啊 我心谱了手曲子呢 柳晴笑道 我瞥了他一眼 你弹琴最差 说的话我也没一句爱听 走了 回去的路上我憋着一肚子气 赵欢辞职 是故意做给我看的 他不就是想说我只是个女人 以词折辱我 我想了想 去了何音芳 找我喜欢的素问 素问长得俊俏 弹琴也好 就是什么也不说 坐在那里白衣胜雪 也赏心悦目啊 我听了小曲喝着酒 微熏 琴声不知什么时候停了 素问坐到了我的身边 苏小姐有什么烦心事吗 事事都烦心 忘了吧 素问轻轻解开了衣衫 印上我的唇 她的气息清淡 举止温柔 我很受用 一番云语 我在素问怀中 方才闭上眼睛 就听见底下大叫 你们是什么人 啊 连何音芳都敢闯 我猛的坐起了身 是啊 什么人连何音芳都敢闯 我在这里 给他们十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饶我轻梦 除非 那人名列上 连我也得罪不起 我阴着脸 披上了外套 推开了窗 爬了出去 被苏小姐 小心 素问担心的看着我 嘴巴闭上 别说跟我有关系 我扣过她的下巴 亲了亲她的唇 扭头就钻进了马车 打马回了苏府 柳琴在帝都素有花名 其实我也经常外宿 但我做得小心 明明连我父亲 娶了我母亲 这样千尊万贵的大长公主 都能堂而皇之 给我找好些小妈 我也不知 我为何养几个俊俏弟弟 还要偷摸 大半夜 还要衣衫不整地逃跑 生怕赵桓抓我 真是可恨 我回家冲进闺房 泡进了热水里 希望是我虚惊一场 可惜事与愿违 我还没泡热 赵桓踹门而入 你晚上在哪里 他身上冒着寒气 一如他气飞的眼睛 我还未出阁 太子私闯我闺房 不合适吧 他一把掐住我的脖子 把我从水中拎了出来 我问你今晚在哪 我只穿了一件 未扎腰的金衣 一轻半湿 长发如褲 他的眼里染上一层雾 手指粗暴地触碰我 你背着我跟哪个男人 浓情秘义 嗯 你弄疼我了 赵桓风味一样红了眼 是那个何音芳的男计 用嘴 我淡淡地打断了他的问询 赵桓一愣 暴怒卡在了喉咙里 跪下 用嘴 我命令道 赵桓自然是不肯的 我把他的头用力摁了下去 一开始他还跟我倔 我摁了他三回 他才肯听话 赵桓起身的时候 唇色红艳 要我礼尚往来 我拒绝了他 赵桓漂亮的桃花眼瞪圆了 随即满不在乎地 脱了衣服漆上来 我还没想好要不要生孩子 我把他推开 赵桓火了 苏静岩 这不公平 你自己不会弄吗 或者找个侍妾 他狠狠咬上了我的脖子 痛得仿佛要咬下我的肉 我要你 我只能借了他一只手 到底年轻气盛 子时才肯斜 我裹上了被子 夜深了 你走吧 赵桓刚躺下又坐起来 你说什么 我没过门 你塑在我这儿 我家里人会说闲话 你怕人说闲话 赵桓吃笑 你是苏家家主 苏家上下 谁敢说你闲话 我实在手酸身累到 不想跟他吵 罢了 素叶也有朽叶的好 我轻言细语 拍了拍他 睡 赵桓躺了回去 从背后搂上我的腰 几次三番甩掉 散发着热气的怀抱 依旧会贴上来 第二天四更 我上朝 赵桓还在睡 我嘱咐书贤 把素问熟了 安置在城外别院里 昨晚上巡逻的 统统丈子二十 我苏福久近身宅 须区一个赵桓 单枪匹马闯进我闺房 我养的私兵都是吃闲饭的嘛 没有天理 赵桓第二日破天荒的 来了凤枣宫 盯着我写折子 殿下有什么事 赵桓玩弄着桌子上的笔 我想学点证物 太子想学 也不至于弃走三个太妇 也许是那些太妇都太老 太无趣 多姐姐亲自教我 她凤眼迷离地靠过来 我看也不看 拿笔杆抵住了她的唇 工作 不行 赵桓眼神优碎 亲吻了笔杆 我可以等 我今日会忙到很晚 你可以去打猎 玩马球 我说了 我等 赵桓抽楼写的折子 看了几本 艰难地坚持了小半个时辰 随即整着折子 闭上眼睛 我干了一整天 她在我深境睡了一整天 天尽薄目 我放下笔 把今日的票 你给太后送过去盖章 赵桓长长的睫毛抖动 恰到好处地醒来 一跃而起 眼光悠悠地看着我 像一头恶狼 懒腰吻过来的动作 却很柔和 我倒在她的臂弯里 闭上眼睛 享受着难得的温存 直到她呼吸紧簇地 咬掉了我发上的筋不咬 长发涓涓落下 稳顺着脖梗 落到锁骨 我乏了 我淡淡倒 累得眼睛都睁不开 亲吻可以 多得没心力 召欢气息一致 滚烫的指尖 帮我衍好了一斤 嗓衣沙哑道 舞阳芳新开了家好吃的馆子 我回家用膳 殿下 也好 你家的酒很好喝 我一愣 你什么时候 喝过我家的酒 哦 今早在你架子上随意取的 混账东西 那是我珍藏的陈年女儿红 我瞪了她一眼 挽起筋不摇 端庄走下宫街 迎面便撞见白衣翩翩的赵新 怀王殿下 我汗手行礼 姐姐这么晚了 还在凤枣公办事 真是辛苦 最近盛世清俭了 赵新笑看了我一番 从怀里抽出一轴书贴 我心得了文定先生的墨宝 记得姐姐喜欢 特意给姐姐送来 哦 我精神一阵 让我看她 字幕飘香 钢筋铁骨 风骨天成 文定啊文定 我笑着摇摇头 天下十斗文才 文定独的八斗 也不知这位文定先生 究竟是何方高人 财民在外 却从不露面 看来是位真正的影视 我笑容转淡 合上卷轴 那就有劳殿下歌爱 赵新站在火红的夕阳里 笑得温柔 我不过是爱无极乌 算不上歌爱 好一个爱无极乌 赵欢挑着宫灯 从我背后转出来 散乱着领子 一副幸事后的慵懒 嘴角却是冷笑 你爱的哪个乌 赵新不慌不忙地拱手 太子殿下 姐姐喜欢 我便尝试着欣赏 仅此而已 一口一个姐姐 叫得很亲啊 赵新无奈地笑道 二哥 姐姐是你的表姐 也是我的表姐 我和姐姐从小一起长大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他一说 从小一起长大 赵欢的眼神 就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粗糙的手指 划过我指腹 与我紧紧食指向扣 她是你的姐姐 但会是我的妻子 记住了 赵新笑而不语 眼波流转地望着我 她笑时很像林怀哥哥 我正开赵欢的手 冲两人微微汗手 二位殿下慢聊 告辞 苏静言 赵欢气急败坏地 追上来拽住我 拉拉扯扯成何体统 我拍开她 我尚未过门 你可以这样 随意牵我的手吗 赵欢冷笑 装什么假正经 昨晚 方才 你是怎么在我身下 辗转成欢的 死言一出 我一时之间 竟不知道说些什么 只冷冷扫了眼路过的宫额 他们筒筒低着头 哗啦跪了下去 退下 工人扶手告退 御花园里只有崇明声声 阿欢 你是太子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你心里没有数 当着这么多人面前 你可出狂言 粗俗无理 别人怎么看你 看我 我们可是未来的地后 我努力克制了 但还是忍不住发火 赵欢满脸写着不服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 扶上了他冷硬的脸颊 私底下 我不管你怎么闹 在外头好歹有傅太子的模样 规规矩矩 别给姐姐惹事 知道吗 工人在远处通报 陛下召殿下进宫陪善 去吧 我将他的扣子扣上 理了理他的衣巾 他摘下我的手 在手腕处 硬上一个滚烫的蚊 等我 我将他送走 扭头告诫书贤以后 别把他放进凤枣宫 我最近忙 没空应付他 太子想来 我们也拦不住 那就给他多找点太妇 让他读书 我气得脑人疼 三年了 还是个冰痞 连个人样都没有 回到家 家中灯火通明 闭人嚎哭 这是怎么了 我脸具走下马车 看见我二妹妹 裹着金衣 坐在前院剃泪横流 脸色煞白 声嘶力竭 二小姐昨日去拜月朗 在庙中 被人糟蹋了 我眉头一皱 对面什么人 王家小侯爷 王春财这个人 我是知道的 一个脑袋空空的好色制图 花绵柳素 还爱凌辱女子 但她怎么着 也不可能对我二妹动手 昨夜 林一娘与三小姐也同去了 放肆 我大怒 请任太医给二小姐看看 再把所有女眷 叫到祠堂里 今晚谁也不要睡了 我苏家在帝都的宅邸 住着四房书百 女眷76人 深夜 祠堂点亮了火烛 我坐上手 伯母姐妹依次列座 林一娘一开始还嘴硬 挨了几鞭子 就老实招了 原来最近 剑家长公子前来提亲 想拼二妹为妻 林一娘看二妹五弟五娘 就设计把她糟蹋了 哺了她清白 还搞得人尽皆知 剑家势必不要一个 臭名远扬的媳妇 我三妹就能趁机顶上 打 给我狠狠地打 我猛地把茶碗一扣 气得手发抖 看到家仆取了臂粗的棍子 林一娘才知道 怕了 尖叫着扑上来 拽住我的裙摆 大小姐 大小姐 我也只是想给靳运 博个好婚事 靳运虽然是数出 可她是你亲妹妹啊 在座的哪一个 不是我亲妹妹 我暴怒地扣住了她的下巴 林一娘 你是我爹从购兰院里 熟出来的 你尝过千人 其万人跨的滋味 你却把靳运 送到王春才的床上 你怎么做得出来 我把她的脑袋 狠狠摁在地上 家法伺候 靳运的哭声小了 瞪大眼睛看着 祠堂里 响起林一娘惨烈的哭叫 锦绣衣裳底下渗出血水 靳运扑上去 想给林一娘挡 被家仆脱开 流着眼泪跪下来求我 姐姐 这样下去 我娘会被打死的 你不用跪我 你娘害的不是我 这是与我有什么相干 我靠在交椅上 连眼捧着茶汤 靳运一愣 爬到靳运面前 二姐姐 二姐姐 我娘真的会被打死的 靳运苍白的脸 纹丝不动 你娘会死 那你娘给那个畜生下来 要引到我房里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我会死 啪啪的板子声 回荡在祠堂里 云一娘气息渐弱 靳运急得不能自处 砰砰给靳运磕头 二姐姐 我娘她出生风尘 大字不识 什么都不懂 二姐姐饶她一命 我做牛做马 都会补偿你的 靳运的眼角松动 将目光投向我 你可要想清楚 我提醒她 你若喊了停 她与你的冤仇就两清了 靳运到底是个年轻姑娘 心慈手软 姐姐 已经可以了 家仆收了棍 靳运哭着扑到了林一娘身边 哀哀的哭 靳运 这一切都是因你而起 我淡淡道 十年之内 你都不要再想嫁娶之事 冰死的林一娘 拖着病区抱起叫嚣 苏靳运 你安得什么心 我跟你拼命 有的人 你打她 不会要她的命 但是不让她的女儿出嫁 她就要跟你拼命了 有什么事冲着我来 靳运什么都不知道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林一娘生生气血 她当然不知道 我的妹妹 我自己心里清楚 不然我早连她一块打了 苏靳运 你这样是把她往火坑里推 她会和你一样 变成了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林一娘看我的眼神 充满了怨度 你是公主的女儿 你耗得起 我的靳运 却只是个树出 闭嘴 我苏家的女儿 没有敌数之分 都是我苏靳运的妹妹 我把茶杯重重 往桌子上一个 娘 你少说两句吧 靳运也听不下去了 她拿起剪子 当着我的面 断了自己的发 靳运愿意好好读书 十年之内不谈婚嫁 好 我点点头 比一娘哭得心如死灰 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 我抬一眼 从各位女卷身上扫过 跟你人抢男人 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 就去与男人争权夺势 与其有空琢磨成亲 不如琢磨点别的 琢磨成亲有什么不对 词堂的阴影里 突然冒出一声娇笑 我的六妹妹 梳着双环戒 穿着白褶裙 漂漂亮亮 从阴影里夺出来 成了亲 嫁进高门甲族 做了当家主母 虽然藏在男人背后 不也有权有势 呼风唤雨 你的胆子很大 我眯着眼打亮着她 十六七岁的女孩子 长得如清水浮渠 一天一个样 六妹妹无嘴笑起来 剪家四十三宫 长房嫡子的正妻 以后可要长家的 若真是我们姐妹中的一个 岂不美哉 你长家了以后 想做什么呢 我问 六妹妹想了想 大长公主当年下家苏家 经营数年 到了姐姐这一代 便以女子之身 做上了家主之位 我提醒她 剪家可不比苏氏 上百年的世家 家风刻板 剪家的大小节 至今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你能做到吗 六妹妹走到我面前 冲我甜美一笑 那又怎样呢 姐姐的母亲只是公主 我的姐姐 可是皇后啊 好 有志气 我紧紧盯着她花一样的容颜 来人 把六妹妹的生辰八字 送去剪府 静寒到底是个述出 三伯母提醒 我脸具而起 能娶到我苏家的女儿 他们有什么可挑剪 剪公若有不满 让她亲自与我来谈 我漂亮狡诈的小狐狸 伏地常拜 多谢姐姐成全 我与她擦肩而过 我送你入青云 你自管去争 希望有朝一日 我拜会剪公 拜会的是我自己的外甥女 走出祠堂 夜已经深了 前院吵闹 何人在门外喧哗 是太子 我长长的叹了口气 怎么又是她 我总不能把她乱棍打出去 不过 老爷已经前去招待了 我点点头 帮我谢过父亲 父亲虽然玩事不恭 要紧要慢 还是派得上用场的 她是家中长辈 召欢见她 还要叫一声鼓掌 想来不敢在她面前胡言乱语 我回了寝院 欠退了众人 出来吧 静明裹着白衣 从角落里走出来 又不是什么大事 不必避着人走 静明的眼泪夺眶而出 姐姐 我想报仇 嗯 这种事 好比在外面 当众被人打了一顿 这等哲儒 自然要想着打回去才是 你是个有骨气的好孩子 只是你打算 怎么向王王报仇呢 我要她死 少女愤然道 我从剑架上 取了一柄木剑丢给她 在她接住的瞬间 攻了过去 她接不住一剑 跌坐在了地上 再来 她从地上爬起来 冲我攻来 我轻巧避开 再来 家中有五客 她上过 但是放不开手脚 被我打落了三次手里剑 就这 你还想杀人 她终于发了狠 咆哮着 冲我砍来 我架住她的剑 看着她通红的眼 勾起唇角 这还有点样子 不过依旧杀不了她 她眼里浮现出哀色 像被抽干了最后一次惊奇神 跌坐在地上 我为什么是女儿身呢 为什么呢 我也是女人 我站在月光下 静静地煮着剑 我的婚约 可比你显贵得多 从小就被许配给了太子 东宫一煮 我依旧是太子妃 可是林一娘 她从来不会想到 要把我糟蹋了 让静韵替我入宫 她想都不敢想 同样的 往往也从来不敢肖想我 她好色 但在我面前 她连抬头看我一眼都不敢 因为她们知道 但凡她们对我起半分喜心 我就会把她们统统仗毙 仗毙二字 从我烟红的嘴里 轻轻吐出来 我的妹妹 仿佛被烫到一般 抬起了头 我虽然比你多练了几年剑法 但和男人交手 并不占优 我所有的 不过是权势 可姐姐 我无权无视 我只是个戴字龟中 无父无母的女人 我的妹妹 卑弱又无力 今年秋天 会有一场秋围 在她默然睁大的眼睛中 我看到了自己微笑的倒影 你若能考中前三 我就给你全是 你子可以考科举吗 本来不可以的 我看着远方的公寓 对她伸出了手 有我在 就可以 谢谢姐姐怜悯我 静明哭着把脸枕在了 我的手心里 背后传来轻巧的落地声 是赵欢从墙头跳下来 我两眼一黑 堂堂太子 深夜翻墙 你爹拉着我喝酒 我把她灌醉跑出来了 赵欢的身上冒着热气 等很久了吗 太子请回吧 我抱着静明 今晚我要照顾妹妹 赵欢愕然 照顾妹妹 有照顾我要紧 我冷下了脸 是什么 让你觉得我在等你 昨晚在我床上歇了一宿 你就觉得 能来我这撒野 那不过就是一场欢愉 太子甚至还够不上 我的入怒之宾 我打横 抱起昏死过去的静明 当着他的面 进了闺房 赵欢把我院子里的花花草草拔了 踹门走了 她心高气傲 从那天起没理过我 我求之不得 待静明身体好些 我送她去女学 流言总是穿得很快 可到底是念过书的 他们可怜静明 知道该对谁比仪 我引在花窗后 看着几个小姐妹 与她一起抱头痛哭 对柳情道 你教得很好 这倒也用不着教 上朝的路上 简公于我闲话几句 邀我与六妹妹 上剪家看大公子 我与她商量了婚期 邻门又遇上王老侯爷在等我 圈子失礼了 我点点头 皇门侍郎的位置 他是补不上了 王老侯爷连说明白 应该的 还有个是需要智慧侯爷 一会朝会有个折子 关于秋为放开资质 让平民世子也能参与 你疯了吗 侯爷不反对就是了 我不反对 也没什么用 不过他欠了人情要还 果然在朝野震动时没有表态 关于秋为的变革没有通过 跟我料想的一样 朝堂上炒得如火如荼 赵欢也没有寻过我 我趁着踏青 去郊外巡查田庄 正是春波时节 龙人插秧 木童放牛 一派何乐 我心中也变得安宁 人们只看得见帝王将相 其实帝王将相压根不重要 重要的是千墨间的老龙 桑林里的妇人 道路上的商骨 这才是家国的基石 驾车时下起了小雨 我去附近小庙里躲雨 抬头 木兰发现庙里供奉的是 林怀哥哥 这位是先太子 歇脚的白发老翁告诉我 他体恤民情 年年来地里看春波 闹饥荒的时候 还阵际灾民 只可惜死得早啊 这位姑娘 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 我笑而不语 这庙是谁立的呢 哦 是一位心善的公子 前两天还来这里巡视 送了我们不少铁农具 我点点头 对着我林怀哥哥的金身 前程地上一炷香 然后坐在他的神坛睡了过去 睡梦中 听见悠扬的笛声 抬眼发现是一身白衣的男人 天皇贵皱 绿树临风 哥哥 我朝他伸出了手 他抱住了我 他的怀抱和从前一样温暖 窗外的春雨 不知什么时候停了 万家灯火 我睡醒 他像怀王笑音音地瞧着我 姐姐睡在荒郊野岭 不怕冷吗 我仔细扫过他的眉眼 昏黄的灯下 他的五官柔美 姐姐为何这样看我 他脸眼 俊脸上飘起红韵 我勾起唇角 拍了拍他的大腿 这不是你日思夜想的吗 他打马来 天又下雨 借我马车一坐 我没有拒绝 给林怀哥哥修建妙语的人 是你吧 我闭着眼问 是 有心了 我对兄长的如沐之情 与姐姐是一样的 赵欣整理着雪白的衣衫 公顺而柔和 我笑了笑 当然是不一样的 我与林怀哥哥是夫妻 他只是弟弟 但我没有与他计较 白衣 竹笛 清明雨 我怎么以前从没觉得 我的这位三弟 长得这么像我哥哥呢 赵欣与我同车 到了苏府 下车时 阴影里夺出一个阴影 是许久不见的赵欢 他似乎想对我说什么 但很快就看到 从我背后钻出马车的赵欣 英俊的眉目一下子扭曲了 他冲上来 一拳头砸在赵欣的脸侧 你们做什么去了 我家门前人养马翻 太子当街殴打怀王 我没有阻拦 打起来 打得更凶些 我刚愁秋围的死局 没有筹码 赵欢就给我递上把柄 太子当街殴打怀王之事 震惊朝野 在我的推波助澜下 雪片般的折子递了上来 废太子的呼声日益高涨 惊动了昭阳宫里 闭关养病的皇帝 清晨我和赵欢一起进宫面圣 皇帝斥责了他 为什么三年了 东宫一个孩子都生不下来 赵欢看我一眼 我只要太子妃给我生的孩子 但太子妃对我不忠 荒谬 皇帝将他遣退 香烟鸟鸟中只剩下我和他 舅舅枯瘦的手探出了违障 你真的想废太子 是 历处不过两年多 再行废力 恐怕动摇国本 比起怀王 舅舅更喜欢赵欢这个儿子 他是个文弱的男人 一生都笼罩在我母亲的阴影之下 在我母亲身边 他只是一个单薄的普通人 但就因为他是个男子 最后他登临地位 我母亲永远只是大长公主 他从上午的赵欢身上 看见了一种可能性 朕知道你怨恨朕 朕老了 时日无多 这个位置是朕的 将来也是你的 赵欢是一把很快的刀 天下不能没有刀 我没有怨恨过舅舅 我坐到了这位行将就木的男子身边 握住了他的手 舅舅待我们极好 极温柔 他还是林怀哥哥的父亲 我待他很亲近 舅舅踏口气 那你怎样才肯保赵欢 你说 我温柔的用书壁理着他的白发 想象着我林怀哥哥老去后 是不是也像舅舅这样温和儒雅 我要舅舅帮我一件事 哦 我希望平民可以入室 我从朝阳殿出来 赵欢在底下等我 你跟赵欣 是什么时候搅合在一起 他的眼睛亮而有神 却像一把刀 怀王是我的弟弟 我也是你的弟弟 你究竟有几个弟弟 他欺上钱 眼中凌凌的光 男为婚女为嫁你 他没有资格插手 赵欢拽住了我的手腕 苏静岩 我是你丈夫 太子错了 我扶开了他的手 我的丈夫 是未来的九五之尊 但是太子 未必做得上皇帝 你要废掉我 赵欢乐然 竟然是你要废掉我 赵欢眼里的水色消失了 变得阴冷而很立 他没有再说话 转身离去 很快 我就听说他放下了 平日里喜欢的游猎 转而斡旋在世家之中 与怀王斗得水深过热 他跟简工来往 想要争取简家的支持 和那个简飞岩眉来眼去的 我的六妹妹 在我房中斗着金丝雀 姐姐你真的不管管吗 让他们斗 我自管自临摹着 文定先生的墨迹 哪一朝天子 不是从兄弟间杀出来的 赵欢就一个弟弟 他要登大榜 难道连个怀王都斗不赢吗 那还做什么九五之尊 我是个很公平的人 手心手背都是弟弟 他们谁是皇帝 我就当谁的皇后 只要他们不要闹得太大 工程之中 每人给一千兵马 看谁火到最后 我还是愿意等等的 我现在更关心的是 朝堂之间 争得如火如荼的 平民科举一事 毕竟我答应过敬民妹妹 为她谋个出路 皇帝久违的在朝堂现身 支持民间取士 皇帝需要没有根基 依附于她的人 世家大族自然反对 朝会开的剑拔弩张 我看时机一准 坐在姑姑脚下 将早已准备好的东西递给她 帘幕后钻出姑姑柔柔的声音 既然如此 不如各退一步 以世家女子取士 诸位觉得如何 此言一出 满堂鸡精 女子怎么能出事 这不是华天下之大鸡吗 他们头发长见是短 懂得什么 自大长公主立女学以来 世家女子读书者 十之八九 说他们头发长见是短 那太学那些考不过女学的公子 岂不是姑姑柔柔的笑起来 况且那可都是各位大人的女儿啊 这句话可敲打在他们的心坎上了 世家贵族 不会把权位让给你腿子 但如果是自己的女儿呢 不是人人家中 都能保证儿子成器 倒是金钟女子 不愿归中代嫁 十大体的多些 女子登科 能做什么 难道让他们去当官 我的舅舅发话了 他越过连帐看着我 显然是恼怒 被我摆了一道 女子心词手软 听话柔顺 我姑姑按着我的话术说道 虽然成不了将相之才 但做百姓的父母官 想必比那些贪得无厌的贪官污吏 要跟体恤民情 后来又起了一些争执 比如说女子做什么官 极品官 抛头露面要不要戴东帽 未婚可不可以出事 我一笔一笔记着 轻轻勾起了唇角 不重要 已经都不重要了 瞧 他们都心动了 原本争执不下的皇帝与世家 各退一步 刚好退到了 我真正想要的地方 女子当官的口子已经张开 接下来 就是常年累月 一点一滴的洗牌 求为 第一批女士子名单下发 泱泱大国 只娶三位 我没有辜负靖民 靖民也没有父王 高中叹花 我送他去穿玉之地 做一个小小七品之线 城门前 我给他整理着厚厚的斗篷 王室飞扬跋扈 欺男霸女 不是一朝一夕 他们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 是因为南洋是王家俊王 南洋王室 占地万情 奴仆十万 富可敌国 你是支县 是父母官 你干得好 南洋的老百姓 安居乐业 就不会想着 做王家的走狗 你做得不好 整个南洋 就是他们的囊中之物 妹妹知道 那件事后 靖民用功读书 高中后才敢大病一场 越发青寿 可这青寿中 却生出一份坚毅 我要南洋再没有王室 让王春才 没有家族可以依靠 到时候我杀他 就像杀一只蝼蚁 他眼中燃烧着怒火 我点点头 他会记住这份愤怒 被这愤怒 惊眼累月的断烧着 成财 舅舅的身体 一日日不好了 帝都内的气氛 一天比一天更紧张 为了给舅舅冲喜 姑姑在御花园里 摆开闪花宴 赵新坐在了我的身边 赵欢却和简飞妍一道出席 简飞妍是简家嫡女 很少抛头露面 但她的容貌 一如她的名字 明明如月 折仙将士 我们被并称为 帝都第一美人 别人这么说我 有羡媚的嫌疑 简飞妍就不一样了 简家确实出美女 她的姑姑简贵妃 也是以角色入宫 赵欢喜欢她是应当 只是不知为何 每次我目光扫去 总能撞见她在看我 我懂她的眼神 她恨我 她觉得我喜欢赵新 为了赵新 威胁到了她的东宫之位 让她没法稳稳当当 荣灯久悟 我的蠢弟弟 我虽然不动手 但我也不会害她 烟火绽放在天际 其实烟火熄灭的时候 才到了宴会的高潮 因为那时候一片漆黑 我和林怀哥哥的第一个吻 就在我15岁的赏花宴上 烟花散落的黑暗中 我正回忆青春 一双手拽住了我 把我摁在了墙上伸吻 我记得那份阴历和急躁 但也同样带着刻骨的 绝望与欢愉 是赵欢 灯亮起来的时候 赵新提着灯来找我 角落里已经没有人了 我看着赵欢 与简飞炎离去的背影 第一次陷入了迷惘 如果他恨我 为什么要吻我 夺狄是在一个傍晚开始的 这天我从凤枣宫出来 就有禁军告诉我 积夜戒严 宫门不能出 我看着南方的狼烟和喧哗 心下一沉 舅舅前几日精神头还不错 还与我下了一举棋 怎么这么快就不行了 我差人去了姑姑宫里 回来的人是柳晴 这可敢巧了 难得进宫陪皇后做作 就赶上夺狄这样的大事 柳晴满脸都写着晦气 皇后宫中可好 好着呢 柳晴看我指挥工人 关起凤枣宫的城门 看来今晚是不眠之夜啊 他们会杀起来吗 不会 他们争皇位 打我做什么 来 我们喝酒 下棋 你很闲 我都招呼过了 虎豹卫是不会进城的 他们要打 就在宫里头打 赵欢和赵新 一定是要死一个的 卧榻之旁 岂容他人安睡 我已经提前与各位大臣 商量好了对策 帝都戒严三天 百姓不得出门 虎豹卫也不要掺和进来 尽可能把争斗 限制在一个工程之内 不要为了皇位大动干戈 搞什么服饰百万的戏码 谁当皇帝不是当 我只有一个要求 勿要扰您 柳晴探服 你的心可真够狠的 赵欢要是知道 他在与弟弟拼命 你却在这里下棋 大概又要生气 他赢了 我自然对他千万倍的好 我落下一子 火光冲天 前朝从伯木闹到深夜 也没见得分晓 突然一大队人马 冲进后宫 我与柳晴对视一眼 坐着别动 我去看看 我拎着提灯 走进衣营里 有个人影已在墙边 急促的气息 像白色的游龙 浑身上下都是血 狼狈 目光却像海一样深 赵欢 他怎么会在这里 大批人马闯进我凤枣宫 我听见柳晴无奈的笑 哎 你们干什么 骑柄祭九大人 逆贼逃窜 我们来保护蓝台令的安全 话音未落 又窜出黑衣尽装的武士 刺入了发化之人的心脏 赵欢是东宫 他这悬色 他的人马也清一色的黑 我糊涂了 如果他兵败了 怎么还会有他的人 成群结队的赋予顽抗 如果他没有败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粗糙的手掌 扶上我的脸 像是在确认 你 没事 他告诉你我在他手里 我怀疑我的耳朵 皇位之争 为什么会有如此拙劣的借口 他还信 哼 赵欢竟然咧了一下嘴 看上去竟然有几分庆幸 原来你没事 我当然没事 不过你要有事了 我挑眉 印着窗外的血与火 我提灯要走 他勾住我的腰 把我拖回黑暗里 细腻的喘息贴上来 姐姐 跟我走 你不是赢家 那又怎样 他笑得满不在乎 亲了亲我血白的梗子 跟我去公外 我带你去北江 那里有很辽阔的草原 你可以跑一整天的马 都没有尽头 他如此愚蠢 我却没有笑 柳晴重新关上宫门 提着灯走过来 静言 嗯 我在 火光照过来 赵欢缩回了黑暗里 我没再停留 脸着裙子 回到了店中坐下 在里边待这么久 有事 柳晴试探的眼神撇过来 没有 我继续下棋 你知道 你只能留一个表弟 胜者帝 败者死 今晚我不想动手 我抬眼望着他 别逼我 柳晴大笑 他的笑让我恼怒 就在他笑得停不下来的时候 窗外响起不鼓声 有人从窗子外头 飞进一封信 我捡起信件打开 字迹潦草 但可以看出是我六妹妹的笔记 静明去南洋的前后 他已出嫁 成了减家妇 他的信 显然是在极度紧急的情况下 写旧的 信上只有一行字 怀王勾连拢西截肚使 秘密调度十万大军 进京谋夺大宝 啪的一声 我把字条摁在桌上 怎么了 怀王招了外人举兵进京 十万 柳晴脸上的笑容消失 不是个小数目 我起身走向宫外 朝阳殿灯火通明 皇城的钟响起 那是桑钟 这意味着我的舅舅 变成了先帝 而有人要成为新的皇帝 你到哪儿去 这旗还下不下了 走进朝阳殿的时候 朝城都在 功能紧闭 没让他们离开 他们在这里静静的 等待新帝的诞生 现代怀王正坐在大殿的尽头 火烛通明的龙座上 衣上带血 眼睛却是明亮的 他看见我 目如春水 看上去更像我林怀哥哥 我端庄的走向他 他看着我 仿佛看着他的天下 待我在摇曳的火光中 走到他近前 他饥渴地伸出双手迎接我 姐姐 我抽出他的剑 一剑刺入了他的胸膛 又稳又狠 我的动作很快 没有任何人反应过来 血剑舞步 怀王睁着眼睛 跌下了龙座 随后满座接惊 朝阳殿前出现了一个身影 舒贤扶着赵欢 跌跌撞撞 站都站不稳 他全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直到看到满身是血的我 我冲他温柔地招招手 阿欢 来啊 你坐 赵欢深深地看着我 走过了那条 被火烛罩的灯火通明的玉岛 然后坐上龙椅 我在满朝文武前 直见看着他 脚下是赵星温热的尸首 我知道赵欢是怎样看我的 他看着我 像是看着他的神 我丢掉了剑 在一片寂静中跪下 朝他长身大败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我身后 文武百官齐齐跪下 整个朝阳殿里回荡着 吴皇万岁万岁万岁的唱颂 赵星死不瞑目地看着我 他违背了我设下的规则 所以他死了 新皇登基 怀王出殡 我在怀王的灵堂 遇见了发疯的简贵妃 这个美丽的妇人 要冲上来把我撕碎 明明是希儿赢了 明明是希儿赢了的 你这个毒妇 为了你那个下贱的男宠 害了我希儿的性命 贵妃请慎言 你不配在这里 你给我滚 滚出去 他扑上来要戳我一耳光 我轻而易举地 捏住了他的手腕 怀王为了争夺皇位 秘轩隆熙节度使进京 那可是十万兵马 我们是不是也要派十万兵马应付 若不是阿欢提前动手 整个帝都会陷入战火兵险之中 但他赢了 他是皇帝 皇帝召见臣子进京 杀你们这些乱臣贼子 有什么错 他从袖子里拔出了匕首 我一把打翻了他的匕首 掐住了他的脖子 简贵妃 你的儿子要当皇帝 所以所有人都要获出性命 给他陪葬对吗 不但要陪葬 那十万大军经过的地方 沿途的百姓不能春波 妻子儿女被烧杀抢掠 到了秋天 颗粒无收 明明百姓统统饿死 这也比不上你儿子的 一个心愿重要对吗 只有你儿子的命是命 其他人都是草芥 他要至高无上的皇位 就要让老百姓妻离子散 流离失所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把他丢在地上 这美艳的妇人还想爬起来 我踩住了他的裙摆 别再争了 成王败寇 你已经没有儿子了 他脸上的凶汗消失 便做了一声绝望的啼哭 他是真的觉得 他这辈子已经活完了 我深深的叹了口气 把他搀扶了起来 你一辈子生养在深归 没有见过这江山 你又和谈江山设计 工人前停了一辆华贵的马车 走吧 离开这里 你才34岁 说不定你还会有别的孩子 这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了 送走简贵妃后 我又送走了一位熟人 柳青 把我送到龙溪 真有你的 那边的风沙可不是一般的大 杨渡真的带兵 打算进京 幸而我及时处死了怀王 你懂这意味着什么 他与我眼神一碰 一个节度使 竟然能调动属地兵马 参与夺敌 这种事 赢了是从龙有功 输了 可是乱臣贼子 杨渡他可以赌 但是他手下的将士 怎么敢赌 那都是些平头老百姓啊 将军让你造反 你竟然敢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除了造反 已经没有别的活路 但凡有家有业 有吃有穿 谁会做这种 把头别在裤腰带上的事情 隆溪的情况 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都恶劣 不过恶劣 也意味着机遇 满朝文武 没一个人愿意去 你去了 你便是刺史 你若攻城 那就是封将大力 当了官 在家族中就有底气 哪怕当不成家主 再隆溪也能另起炉灶 柳青不是愚蠢的人 他冲我拱了拱手 我淡淡回礼 这一去 黄沙漫漫 不知相见是何年 柳青上马车的时候 冲我笑笑 我从来只讲真话 不过年幼时 撒过一次谎 哦 我说苏静言这人 端庄持重底下 是老谋身算 我不喜欢 我笑了起来 马车远去 响起笛声 异曲折柳 不管是敌室友 我都相信 然后我们就会被 重新塞进笼子里 而我们不想在笼子里 这个世界上 本不该有笼子 赵欢登基以后 帝都有传言 说我是个汉妇 毕竟手刃怀王 用力心地这种事 一般女子做不出来 我逛一条街 能有三个说书先生 讲得会声会色 到了人尽皆知的地步 而我也感到 赵欢似乎在夺我 我越发困惑 如果换作别的男人 我能原谅他们的怯懦 我拿着剑一身血的模样 大概和帝都 第一美人这样的称号 联系不起来 但他可是赵欢啊 他在北江靠军功起家 杀人何止雷百 他怎么会怕我手上沾血 难不成我在他心里 是个干干净净 不安适事的小仙子 笑话 操弄权柄 谁手上干净 很快 我就知道 他对我如此冷淡的原因 他当了皇帝 第一件事 就是把流水般的赏赐 送到了剑家 剑飞岩的手里 剑飞岩确实是个美人 长着那样清冷的一双眼 他看你一眼 你都忐忑你 脏了他的眼睛 男人会喜欢这样的女人 我并不意外 原来赵欢也不过如此 在赵欢登基后的第一个公宴上 我将早已准备好的托盘呈给他 陛下 青天间已经将半年的几日 都挑选出来了 还请陛下择日大婚 这句话 从前他说给我听的 如今唤我催他 舅舅死了 他正年富力强 姑姑不能一直以太后的身份 临朝成治 我也不能总是以一个 小小兰台令的身份 坐在姑姑的脚边 这样的名不副实 让我施展不开拳脚 一身滚服的赵欢 歪在龙座上 忠宫玄位 不急 只是忠宫谁来当呢 他看着我 然后将目光投向了 清冷如月的减飞炎 正看减佳女不错 姐姐以为如何 我耳边轰得一声炸开 我扶持赵欢做了皇帝 皇后竟然不是我 当天晚上 姑姑气疯了 那个小畜生 你这样帮了他 他却要娶减佳的女儿 他那个鱼木脑袋 到底是怎么长的 夺迪的时候 还没吃够减佳的苦吗 我坐在一边沉默 上在盛年 压他几年 等他生了孩子 一切就好说了 但我咽不下这口气 你能吗 姑姑扶着我的肩 你知道 现在外面是怎么说你的吗 说你死心塌地 将皇位拱手奉上 他转头就爱上别的女人 将你气如碧驴 我确实不甘心 但不是这个因为这个 皇后若不是你 那你对不起你母亲 和我的苦心经营 姑姑训斥我 知道了 我去找他聊聊 我拎起了酒壶 走进了承德殿 我不知道 应该跟赵欢说什么 我对这个弟弟很陌生 我和哥哥出生以后 从小被当作 未来的帝后教养 赵欢 我甚至没怎么见过他 印象中 第一次与他打仗面 是他在冷宫里 被一个太监殴打 我当时不知道他是皇子 贺退了太监 把他带去太医院上了药 聊起来才知道他是弟弟 我想舅舅从来没有提起过他 大但是他母亲身份卑微 便给他选了几个 老实蠢朴的仆妇 从东宫挪了笔银钱 给他花销 冷宫里的皇子就是这样 狗都不如 我每月的力钱 分出一点点 就够他长大 后来我在御花园 又遇见过他几次 但因为林怀哥哥在身边 没能跟他说上话 再后来 我跟着母亲去北江 那时候赵欢已经参军了 他做了骑兵校尉 刚经历过恶长 手下死的死伤的伤 他也不能动他 我懂一点医术 照顾过他一阵 那时候我管着 一整个营帐的伤兵 但因为他是弟弟 我私底下给他吃的用的 和旁人都不一样 那段时间我很辛苦 我事后也不愿意回想 如果林怀哥哥没有死 我跟赵欢应该是 家族中关系不错的姐弟 事情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呢 我提着桂花酿 跌跌撞撞 闯进了他的寝宫 赵欢也喝多了 泡在滚府里 看上去比往常更英俊 我和他对视了一会儿 谁也没有说话 在我想着如何开枪的时候 他突然伸手 把我拉到了他怀里 他的唇贴上来 迫不及待 像是等了很久 为什么我扶你当了皇帝 你却讨厌我 在聚集的吻中 我问他 你没有选我 只是他不听话 那你听话不就好了 我的脑袋晕晕乎乎的 为什么要叫我难受 我身上的赵欢僵了一下 是啊 反正你现在也只有我了 我听见一声苦笑 随后就是疯狂到 要把我吞没的快感 彻夜不息 那天过后 赵欢再也没有 听力减肥炎的事 我们的婚礼被提上了日程 然而 他很快又给我 闹出了个幺蛾子 青天间城上的吉日 他不选 他要选林怀哥哥的祭日 大臣们的折子雪片一样 飞上朝堂 这实在太过荒唐 我姑姑差点把 昆廷宫的屋顶给掀了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他是个没良心的白眼狼 他今日得意了 就堂而皇之 要把我怀儿踩到脚下 姑姑痛不欲生 然后把矛头对准了我 你打算怎么办 我现在不想再生事端 赵欢的心思莫名其妙 你不顺着他 他不按常理出牌 他现在是皇帝 以后我们多有用得上他的时候 你连这都可以纵着他 姑姑冷眼端向我一番 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姑姑 你累了 我放下茶展起身 好好休息吧 我走到撂翘的春风里 这宫里哪有什么男欢女爱 不过就是刚流过血 我与赵欢方才够合 我不想破坏这来之不易的平静罢了 大婚的日子一眨眼就到了 筹备婚礼 破花了我一点功夫 把原本的六十万两雪花银 砍到了二十万两 婚礼庄重古朴 我坐着歌车 从朱雀门驶进深宫 春风得意马蹄急 我没有带喜帕 我就是让所有人看清楚我的脸 看清楚我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他身边 跟他并肩站在最高处 从此朝阳殿里 有两把高悬于市的宝座 龙座与凤椅 平起平坐 扶乱百官 我与赵欢商量此事的时候 他表现得很平静 哦 你喜欢就这么干嘛 甚至很奇怪 我竟然想跟他一道上朝 他自己都不想上朝 就因为他这句 你喜欢就好 我没有与他计较 今天是临槐哥哥的忌日 比起我不用再坐在黄金莲笼后面 姑姑的脚下 可以堂堂正正的面见百官 什么都是小事 地后的婚礼繁琐 洞房之内 闲杂人等退下 已是深夜 我们眉宇之间都是疲累 我与他喝了喝紧酒 睡吧 睡了 赵欢挑了挑眉 明日还要祭祀祖庙 四更天就要起 那就别睡 赵欢把我摁倒在龙榻上 扒掉了我的喜服 底下露出来一袭素衣 赵欢眼眸忧深 你穿丧衣 红烛静静静的燃烧 他的眼神阴寒 仪式太多 所以我本来就没算上洞房 我与他讲道理 毕竟是哥哥的忌日 太后也伤心了好久 他甚至因此没有出席大婚 赵欢不离 他咬着牙关 要把我的丧服给扒了 我忍无可忍 给了他一耳光 赵欢 林怀已经死了 你的皇位是他的 这张龙榻是他的 我也是他的 但现在他在地底 你在这里和我一起 我拎起了他的领子 你还有什么不满 你让他的妻子和母亲 连一点念想都留不得 妻子 你是谁的妻子 赵欢质问我 你只记得今天是他的忌日 你记不记得 今天是我们的大婚之日 本来不应该是一天的 是你自己非要选在一天 这件丧服 是你亲手给我穿上的 赵欢沉默了 他向来吵不过我 只是他的眼睛 就变得湿漉漉的 他五官英俊而锋利 眼神也总是阴力凶悍的 但一旦泛起水淋淋的光 便莫名有些可怜 我耐着性子 伸手抚掉了他的眼泪 快睡了 好不好 明天还要早起 赵欢打掉了我的手 我不再陪他无理取闹 套上外袍 离开了常乐殿 爱哭不哭 我要睡觉 大婚过后 我以皇帝年轻 不能主政为由 临朝称治 大臣们见惯不惯了 毕竟我在那道 黄金连笼后面 已经坐了三年 他们只是 没有听见过我的声音 因为蓝太令不配说话 他只是一个 坐在太后脚边 记录朝堂辩论的小官 但他们全都知道 太后的话从哪里来 现在我依旧说的很少 不过如果有什么论辩 我开枪时 就代表着结束 赵欢对我不满 一开始还总喜欢 跟我唱反调 后来发现自己 只是在闹笑话 便不再忙着卖蠢 只是越发不喜欢上朝 要我每天早上 去他的寝宫 把他给踹起来 我收到了杨渡的手机 柳琴特意用声势灰烟着 派人从龙溪送到了帝都 龙溪的情况糟糕 但还没有糟糕到 要打仗的帝都 他可以摆平 这是我收到的 最好的大婚礼物 赵欢和我闹得不愉快 便闹着广开后宫 世家们也忙着 把女人塞进他的后宫 一时之间 有许多卷轴 送到了我的暗桌上 六妹妹看着这堆叠如山的卷轴 摇了摇头 因为在夺敌之争中 向我通风报信 她被休憩回家 我做了中宫皇后 她跟着我住进了凤枣宫 安心养胎 我这六妹妹 也确实有几分手段 她这个孩子 怀的时机十分巧 巧到她一封信 费了一个怀王 简工看着她显怀的肚子 都不敢加法伺候 回家的时候 风风光光坐着歌车 我那可怜的妹夫 还要躲着父亲的棍棒 时常翻墙 来看她和孩子 你以为皇后那么好当吗 当家就很不容易了 更何况是天姐 我笑笑 姐姐本来可以不用那么辛苦的 至少在这件事上 六妹妹抱着狸猫逗弄 皇上根本就不想要这么多嫔妃 啊 姐姐看不出来吗 皇上是在故意气姐姐 她眼中透出一丝古灵精怪 我还以为她要说什么 她喜欢气我 不让我好过 她心里就舒坦了 姐姐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 大概是 气我在夺敌时 没有奇之分明的 站在她那边吧 六妹妹恨铁不成钢 如果皇上跟姐姐之间只有利益 那你们现在已经是最可靠的盟友 她为何还这样待你呢 老实说 我也很想知道 她喜欢你 六妹妹看我的眼神 有一丝促暇 什么 皇上对姐姐有情 六妹妹嘴角的笑容扩大了 真正的不含杂志的男女之情 我直笔的手一顿 笔尖的墨水 阴晕在纸上 脑海里关于赵欢的迷雾 一下子拨云见日 竟然是喜欢吗 怪不得 这样一来就说得通了 她总想用别的女人惹我生气 又会在我跟别的男人调情时 火冒三丈 她与怀王夺嫡 也是因为我说了那句 我的丈夫是皇帝 不是太子 所以我帮她做我的江山 她恨我 她要的不是江山 是我 她恨我没有选她 她也恨林怀哥哥 恨到骨子里 你只想着 今天是她的忌日 你没有想过 今天是你我大婚之日 言由在耳 我有些微的恍惚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对 赵欢单纯 她出生就是一枚卑微的气子 她不再尔于我扎中长大 不像我们 她不计较利益 但她对我有情 我遇到的男男女女 无不是对我筹谋算计 我已经习惯了 我便这样看赵欢 所以我总也看不透她 但她原来只是 一风摊开的红尖啊 宫外有人传送 是赵欢来了 她一身黑衣 久留欲勉 见到我便嘴角微微一压 有许多不喜 这还是婚后 她第一次来我的凤枣宫 六妹妹跟我一个 心领神会的眼神 默默告退 大殿中只剩下我们二人 我对她的话半信半疑 便想是她一事 后宫 你不可以多收 赵欢的眼神飘过来 哦 养着废钱又无用 赵欢冷笑一声 你只在乎钱 我伸手 轻轻附上了她的手 她脸上的冷力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疑惑 我试探地握住她的手 温柔地看着她 她扭过头去 俊脸上浮现出一抹红 随你 我不由得心惊动荡 是真的 竟然是真的 我六妹妹真是聪慧至极 我拍了拍身边的位置 让她坐到我身边 你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 你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她坐过来 但浑身崩起刺 我能有什么阴谋 只是为陛下娶妇 赵欢把脸一沉 她怎么又不高兴了 我待她还不够温柔吗 她从卷轴中 跳出简飞眼 我要她 我看着卷轴上 清冷高远的女子 难得地陷入了纠结 赵欢缠上来 你不愿意 不要也得要 简家的嫡女 贵妃的外甥女 我若不要她进宫 恐怕简宫会闹分天 他们不一定喜欢赵欢 但势必想要一个姓赵的外孙 到时候万一当了皇帝 那不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后宫的意义就在于此 给世家大族奋一杯羹的机会 哪有这么多瞻前顾后 赵欢的手落在我腰上 只要你开口 我可以不要 那把 我拍板 把必须入宫的世家女 挑选了出来 我把各宫位分定下 送去你宫里 赵欢又变成了阴影里 呲牙咧嘴的野兽 你就这么喜欢给我那小 他们不是小 特别是减肥炎 尊之重之 我提醒他 他愈发烦躁 我想起六妹妹的话 对了 对付赵欢是不能跟他讲道理的 我也不喜欢这样 我攥紧了他的领子 但这是我的工作 赵欢默默地扬起眼 墨色一样的眼里 终于雨后出击 那天晚上 赵欢塑在我宫里 第二天 我们差点没赶上早潮 减肥炎入宫是在秋天 为了已逝对他的尊重 府一进宫 我便封了他贵妃 赵欢不肯去他宫里 减肥炎也不理睬他 我没有介入他们之间的事 只要娶进了宫 我就尽到了我的责任 他们爱怎么样怎么样 我每天都有很多折子要劈 我求的也不多 面子上让我过得去 那就够了 但我没想到 这对曾经搅得满城风雨 差点坏了我大势的旧人 竟然能如此水火不容 其一是 简家 听说赵欢没有灵性减肥炎 在他的酒里 灌了春药 把他强塞到减肥炎宫里 减肥炎梦中醒来 床上有人 抬手就给了他两耳光 这下赵欢也不乐意了 还了两个耳光 我刚睡下 听说关居宫里皇帝和贵妃打起来了 头发都来不及书 赶紧赶过去 关居宫里满地狼藉 他凭什么打我 赵欢龙颜大怒 要不是简家的人动手脚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抱着他 给他顺气 好了好了 赵欢提剑 我惊愿飞着他的大不敬罪 好了 我抬高了掉门 夺下了他的剑 药性没过 赵欢手指发软 喘着粗气 倒在了我怀里 姐姐在这里 姐姐在这里了 我亲了亲他的额头 赵欢醉得神志不清 竟然埋在我胸前落泪 我是天子 我要砍了他的头 我要把他打入冷宫 这件事交给我 好不好 姐姐一定不会让你受委屈 赵欢终于搂着我的脖梗安静下来 我抱着皇帝 对贵妃道 你先下去吧 简飞炎一身素衣 长身玉力 面无表情 对着这场闹剧 全程都缓过一尊 没有魂魄的神像 此时听见我说话 看都没看我俩 转身就走 我辛辛苦苦 伺候了赵欢一整晚 他妈的简弓 给他下的药是真烈啊 第二天 差点又赶不上早朝 赵欢牙字必报 下朝就要把简飞炎打入冷宫 我到的时候 简飞炎已经收拾好了 依旧是一身素衣 清冷如神飞仙子 你真的打算去冷宫吗 我在他院子中坐下 他不理睬我 世人只知道 简飞炎会进宫当妃子 会做我一生的对手 就像上一位皇后与贵妃 但不知道 他一身傲骨 少年替躺狼妙才 壮志未仇是堪爱 他的脚步顿住了 这是最近我新收的莫保 文定先生的亲笔手书 简文定 你进了冷宫 又能做什么呢 梨花树下 我和简文定对坐饮酒 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的 他头一次拿正眼打量我 一开始是猜的 我亲自给他针酒 文定的诗词文章 第一次在帝都流传 我15岁 人常说见字如面 我一看你的文章 就无端想起你 你人的质感 是很可怕的 确实可怕 简文定眼里 有了些微的笑意 像是千年冰雪消融 除了我的贴身丫鬟 天底下没有人知道 你是第一个 你本来应该是金轲状元 我与先帝都定了你 我知道 简文定无悲无喜 他有这个资本 蔑视任何读书人 甚至对结果 都不加任何悬念 可你没来电视 我不能来 我会死 简文定茫茫然的 看着杯子里的梨花白 我一出生就是妃子 考得再好 也做不成状元 状元不过七品现关 而我 能给你整个文冤阁 一半梨花落在酒里 泛起点点涟漪 文定 我要你重新编撰 古往今来的所有近视自己 编撰出一本 前所未有的百科全书 这部书会以你的名字命名 你批注的经书 会成为我朝所有 诗人科举的官方经典 简文定的手发抖 你有什么要求 你的版本里 要去掉所有男尊女卑 一个字不许留 这也不是很难 简文定难难 男尊女卑 最早是董仲书建言给汉武帝 用来约束后卒的 你想当皇帝 我就是皇帝 我叹了口气 我是这天下的主人 天下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但他们必须叫我皇后 我要做朝 必得靠着我的丈夫 因为经书里写着 女人不能当皇帝 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 确实可笑 简文定郑重地点点头 他与我是一样的 我屁腻天下不能当天子 他凌驾文坛 不能当状元 甚至我们都不配拥有 我们自己的名字 他懂我 当皇帝是世上最好的事了 我眺望昭阳殿 你看 所有的男人都会去争取多 但他们叫女人想都不许想 要是女人 连皇帝都轮得到的 这世上别的好事 又怎会轮得到女人头上 我要改着地统 你帮我改着经书 不是董仲书一家之言 是经书的每一个字里行间 这也不是很难 简文定淡然地重复了一遍 那就多谢了 我把文渊阁的钥匙交给他 一百位五金博士 已经等在那里了 高傲的简文定冲 我行了大败之礼 随即一身素衣 飘然而去 半月后的赏花宴上 简文定坐在我身边 娘娘在宫中一切安好 简公问 我很好 谢父亲关心 他笑看了我一眼 简公很诧异 但他的笑发自真心 他也没法说什么了 因为简文定从中斡旋 六妹妹被迎回了简家 生了个女儿 你的肚子可真争气 我逗弄着白白胖胖的小外甥女 我让你姐夫封他做个郡主 等大一些 送进宫来教养 一个女孩子 我若喜欢他 他就是凤凰 没有我的青睐 他恐怕或多或少 要挨些冷眼 简文定动手很快 每一年就先把四书五斤修订完成 做得很好 我拉他坐下 进宫都清俭了 我记得你爱吃桂花糕 特意给你做了一份 简文定以马牵沿 人却安静 看书贤端上桂花糕 活泼色的眼睛转过来 你从哪里得知的 你虽然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帝都那么多郊游 我还是见过你几次的 我摇着团扇 简文定在我身边坐下 静静地吃起了桂花糕 你想要什么赏赐呢 我没什么想要的 简文定抽出一张小巷帝给我 给你 我接过来一看 是我以着美人靠 闲闲的胃井里 我心里轻轻一震 画得真好 偶尔路过 简文定还是淡淡的 只是眼神有些闪烁 多谢 我冲他笑笑 我说过许多你的话 现在想来 却是花了很多元往前 贵妃倒是有闲 有事没事 总往皇后宫里跑 指尖的话被抽了去 赵欢不知什么时候 立在花窗外 酒流欲眠 一领黑衣 看书 皇后不知道 赵欢进门来 拽起了我的手 来了也好 总在冷宫住着 也学学怎么伺候人啊 赵欢说完就拽着 我进了寝殿 丢到了床上 赵欢 你疯了吗 大白天的 啊 赵欢狠狠咬了一口 我的耳垂 不由分说 落下了连笼 那天 他疯得很厉害 我嗓子都寒哑 幸好简文定不知 什么时候已经走了 他性情高傲 也受不得这种屈辱 看什么 舍不得 他扣着我的脖梗 捉回来 摁在锦绣堆里 送走那批男宠 也就罢了 你竟还有女人 我跟文定之间 确实有惺惺相惜之情 就像我和柳情 甚至静明 我对他们的情愫 离情欲很远 我可以消想男人 但不敢消想他们 特别是文定 文定不是拿来卸完的 不过赵欢可以 我缠住他的胳膊 亲了亲他的唇角 不要瞎想 嗯 我只宠你 好不好 赵欢从暴怒变得温柔 他很好懂 我驾驭他越来越顺手 势必我让书贤 给我端来壁子汤 不成想赵欢想起小象 还落在我这里 特意回来撕碎 杀了个回马枪 看我喝药 他大为光火 又是一番吵闹 我按住眼圈红红的帝君 阿欢 我现在不能要孩子 为什么 我们有个孩子不好吗 你只知道有个孩子好 你有没有想过 我有可能会死 赵欢一下子懵了 我冲得肃然的 我真的有可能会死 不管多么强健的女人 都有可能因为生孩子死掉 我还有大事要做 如果我死 没有人提得上我 赵欢不可以 姑姑更不可以 我不劝你去其他人宫里 因为我也觉得 孩子是我们俩的 最好 我捧起了他的双手 但是你得等我几年 好吗 赵欢亲了亲我的手腕 我只想跟你有孩子 你别送我别的女人 我知道 我也只想和你有孩子 以前我的那些男虫 都用了特制的香料 他们一辈子不会有孩子 如果换作旁人 我不会委屈自己喝药 我轻轻将他的病发剥到耳后 你还想要吗 反正药也喝了 赵欢用行动告诉我 求之不得 赵欢在床子之间是很不错的情人 我迷恋他的身体 虽然我计划的很好 但是仅仅四年之后 我还是怀上了孩子 那年我二十六岁 不算早也不算晚 我下了很久的决心 准备搏一把 临产之前 我把柳琴和静明都叫回了帝都 文定六妹也宣进了宫 我在祖庙中焚香祷告 他们陪在我身边 最好的情况是 我生下一个女孩 母女平安 如果是男孩 她出生就会夭折 我嘱咐文定 六妹妹倒抽了一口凉气 她不像其他几个 久居规格 她没有那么狠的心 好歹也是姐姐的亲骨肉 姐姐难道没有是独知情吗 养了也得死 早死完死都一样 养了还徒增伤心 这还不算最糟糕的 文定猛地抬起了头 还有更糟糕的 万一我死了 那就真的完了 我长长地叹了口气 到时候静明 你就进攻接我的位置 静明睁大了眼睛 我 这两年穿鱼的睡银 比往年增了七成 你把王室满门抄斩 也镇住了个大世家 不管是苏家家主 还是皇后的位置 你来坐都比别人强 但你的路也会比旁人辛苦 你知道你要走去哪里吗 静明福帝大败 静明一定全心全意福利女主 不错 我的母亲是公主 我是皇后 而我的女儿 她得是皇帝 若我没有留下女儿 那你就自取吧 不会有那种事的 柳青安慰我 我看你身体壮实的很 要是在我治下 我都会把你算作贱负打发去修城墙 不要说丧气话 她一插颗打混 大家都笑了 但盘旋在头顶的阴云 还是如此浓重 他们走后 我一个人跪在祖庙里 如果老天成全我 就给我一个女儿 我们等待一个女帝 已经整整三代人了 这是我们距离成功最近的一次 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时候了 天下的女学如雨后春笋般建立 女子头一次走出家门登科取士 入朝为官 他们不必以善遮面 可以算钉口 为农伤 所有的经书上都抹掉了男尊女杯 如果连这种时候都出不了一个女帝 以名正言顺的地统 继承绝对的权力 这些昙花一现 永远都不会变成习以为常 我坟箱住倒了一整夜 直到腹中传来阵阵剧痛 我的身体其实算不上好 公务繁忙 带走了我很大一部分精力 生产不顺利 疼了一天一夜 赵欢闯进我产房三次 跪在我床边哭着说他后悔了 后悔也没有用了 我握着他的手 我只求你一件事 赵欢的表情是那么温柔又悲哀 你说我什么都答应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 把他拉到跟前 对他说了一句话 随即我就失去了意识 等我醒来的时候 外面很热闹 有好多喝彩 我看到赵欢手里捉着弓 怀里摟了一个小小的强宝 这么多人的声音 都掩盖不了那声嘹亮的啼哭 你醒了 文定先看连杖坐了过来 我晕过去了多久了 半个时辰 原来才半个时辰 我还以为我死了 皇上在做什么 文定看着窗外 眼中难得有了喜色 再陪着公主射天地四方 哈哈 我笑着流下了眼泪 从古至今 天子生了嫡长子 就带他射天地四方 若是女孩 就捡块帕子 把他扔在地上 因为他以后 是别人家的人 尊贵如我的母亲 也是这样降生的 但是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 他一姑姑坠地 他的父亲 就带着他征服天地 告诉所有人 率土之兵 他是新的主人 我想起来 这是我昏过去之前 对赵欢最后的嘱托 他没有辜负我 赵欢从不负我 未生 赵高阳出生以后 姑姑便开始蠢蠢欲动 明里暗里 让我除掉赵欢 我告诉他 现在不是好时候 公主年幼 需要父亲 他要继位 也需要赵欢 平稳地把地位交接给他 我不要他名不正言不顺 他必得是他父亲的女儿 东宫的皇太女 然后才堂堂正正 坐上一国之军 原本就是开天辟地 投一回 就不要再在任何一环上出插持 多人画饼 但是姑姑不肯歇手 特别当宫中 开始兴起一句留言 说是太子杀了太子 林怀哥哥死得蹊跷 他死在我们春旋的路上 死的时候 身上有刀伤 当时赵欢刚凯旋归来 军队驻扎在附近 我仗毙了几个多嘴多舌的工人 可是姑姑听进去了 自从赵欢选择在 林怀哥哥的忌日 与我大婚 姑姑就恨他入骨 他只是在人 现在高阳已经会叫奶奶了 眼看这个地宫越来越好 赵欢一天比一天更像帝君 他也一天比一天更痛苦 这一切本该是他儿子的 在我出宫送别柳琴的那天 姑姑带人 把赵欢困在城的店里 锁上了门窗 放了一把火 我回来的时候 火浪滔天 静言 你还记得林怀吗 姑姑的眼神充满怀恋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在我和大长公主膝下牙牙血雨 青梅竹马 谁要把你们分开都不能够 你忘记他了吗 我看了一眼身旁的火 没有 我心里一直有他 姑姑的眉眼扬起一丝吸迹 好 好 你没忘就好 赵欢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那就杀了他 我抚摸着赵欢心爱的弓 原本今天想带着高阳去骑马射箭的 在我张公搭建的那一刻 我姑姑还难以置信 一如当年的赵新 但我动手 下来又快又准 见识穿透了他的胸口 他跌倒在地 伸下一汪烟红的血 眼中的癫狂也随之消失 我听着众人破开成的电的声音 走到他面前 对这个抚育我们长大 对我来说 仿佛第二个母亲的女人轻声说 姑姑 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我把他抱到了怀里 我知道你为什么耿耿于怀 因为林怀哥哥 与我母亲有七八分相 我们又从小被养在他们身边 他觉得林怀是他与母亲的孩子 我会把你葬在母亲身边 我合上了他的眼睛 看着黄袍对烧的七零八落的赵欢 从里头灰头土脸的出来 你自己逃不出来吗 我问 我想你接我 赵欢很坦率 他最近很惶惶不安 总是有事无事 向我投来视线 我拉着他坐下 我知道是你杀了林怀哥哥 一直都知道 赵欢的脸色撑得上震惊 赵欢动手的那个雨夜 我在帐外 我亲眼看见 他将长剑刺入了林怀哥哥的胸口 我进去的时候 他还活着 我没有叫太医 我只是像现在这样 抱着他 抚摸着他的头发 等着他的血慢慢流尽 在我怀里一寸一寸变冷 我很爱他的 这世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他 我也相信他一定会是一代明君 会与我举案其美 白头偕老 可只要他在 我永远永远都只能是皇后 他会把皇位传给我们的儿子 我们儿子的儿子 儿子的儿子的儿子 而我们的女儿会被锁在规格之中 和从古至今所有的女儿一样 赵欢不一样 赵欢他什么都能给我 什么都不计较 他会纵着我 把梦变成现实 你是我选的 我吻上了他的唇 在我们面前 冬天破晓 新的太阳升起来了 全文完